今天我们一早出发 开了一路 现在下午的时候已经到成海服务区了 离丽江就剩100公里了 今天终于可以感受云南的这个风和日历了 给汽车充点电 准备在服务区歇会 哎呀妈 你得把渔书托来 妈妈这儿就前去好久 先冲起来 路边的野花也开了 今天太阳特别好 晒到车里也很热 我们现在全部穿得很轻薄了 今天已经在丽江把酒店订好了 现在我们就直接去酒店 我们开车路过成海 从车上看这风景特别美 所以下车来转转 哇这东西到处都是野花 太美了 这个成海看上去一望无际的 我们今天探的是这些野道 刚才看到那个海知道什么海吗 城海 城海打卡完毕了 我们撤了 看看我们今天的路线 沿着湖边走一路 景色太美了 果果在路上看到甘蔗了 非得要下来给他买点甘蔗 这个甘蔗是你们自己种的吗 自己种的啊 看看我身后这个特别漂亮的小龙 这个就是麦甘蔗阿姨家院的 太好看了这家的 好豪华呀 LATER 我们来丽江 今天选的是一家客栈 体验一下客栈 感觉这个环境整起来说还可以 这是个欧式大床房 这个欧式大床房有个特别之处 这里给带了一个阳光房 还加了一个吊床 果果你已经起岸上了呀 感觉原来在云南天黑的都晚了 现在六点多 太阳还晒着呢 我们收拾一下 等会吃个云南过桥米剑 现在晚上七点多了 丽江这边千寒亮着呢 丽江古城有好多街道特别窄 但是景色挺美的 哇到处都是盛开的香花 太美了 太有春暖花开的感觉了 全是香花 我们今天吃这家有家米线 丽江古城的客流量还是有点大 我们看了好多环境不错 有挺有特色的饭店 但是呢都没地方做 这米线店现在人也满了 这找地方呢 点了一个肉饼上来了 这是肥牛米线 这是状元米线 这一份是秀才米线 等会你吃几口照页米线 希望你有份学习能跟照页一下 我们吃的是金汤肥牛 鲜下肥牛 再下这些生的 火腿是吗 这什么呀 鱿鱼 这什么呀 不知道 然后再下这些膜 过桥米线的料可真多多的 最后下菜叶子 把这些食材烫一下之后 下午馅就可以吃了 这几天我们全家都爱上红糖瓷趴了 点了一个辣西烤肉 吃完饭买冰奶茶六六十 享受一下地江的夜景 这次出门没带春春的外套 感觉穿厚的有点色 我看街上好多人穿皮葱 好看吗 还鞋挺好看的 这点就当外套穿 挺好看的 妈给你来一件 给他妈也敲一个 这皮膚还不过也三十五块钱 妈赶紧给你敲一个 敲一个 敲一个 你丝干个 这还有好多特色的布鞋 看看大伟穿这双大象的布鞋 挺有民族特色的 挺有这个云南的大象 像是吉祥子 看这父子俩欣赏多肉植物呢 太漂亮了 这长的 真的还是假的 你猜一下 这边的花都是真的 真的 这气候好 花都长得特别好 太漂亮了 这么多多肉植物 密密麻麻的 真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城市 姐妹 感觉逛着丽江古城的夜景 新的音乐感觉怎么样 感觉太美了 这是人比你自己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